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所以我们刚刚介绍完了斜向入射T1的一个情况 现在接下来我们要来讲解斜向入射 但是呢 是磁场完全落在切线方向的情况 叫做TM Transverse Magnetic 所以目前白板上面画的图呢 就是我的入射坡还有反射坡还有穿透坡 都是磁场落在Y方向 就是垂出或进入白板的方向 所以是磁场它的正幅 不管是入射的反射的还是穿透 它百分之百的正幅都是 偏正在跟这个界面垂直的方向 所以它们全部都是切线方向的敞量 但是呢 电场 跟刚刚T1的情况正好颠倒 就是电场现在有一些分量 有部分分量是切线方向 好 切线方向就是在这边 所以对于入射的电场 电场只有部分的成分是平行于界面 平行于界面 平行于界面 是1 平行于界面 所以现在接下来的推导跟刚刚T1的情况 大同小异 所以我会比较快的带过去 但真正的重点会在后头 在一个斜向入射坡 如果各位的偏正方向是TM 就代表电场是在板面上 磁场是垂出板面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在这种TM的坡做斜向入射的时候 有可能在某一个神奇的角度 不会有任何的反射坡 好 我们等一下来看看我们的推导 能不能得到这样的结论 所以一样 我要把第一个材质里 跟第二个材质里 所有的敞量都写出来 那这里跟刚刚T1的case非常像 所以我大概给同学看一下就好 我的传播方向一样会拆解出来 有X方向跟Z方向 那同学特别要注意的是 这边是正的 是代表我的反射坡呢 一样在Z方向是往-Z方向 所以得到是一个正的J的空间向位 这里面看到的是 现在电场只有部分成分是切线方向的 切线方向就是X方向 所以跟cos有关 对于穿透波来讲 一样 我的电场只有部分的大小 是落在切线方向的 真正我们在得到边界条件 在运算要得到连续的时候 只有跟切线方向的敞量有关 所以这边TM跟T1不一样的是 T1的情况下是磁场有部分的成分 是落在切线方向 在TM的状况下是电场 跟你的入射角度有关 这是最明显的差异 所以数学是很快的我带过 那接下来就是一样 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还是说 我切线方向的磁场要连续 所以第一个式子是 我切线方向的磁场要连续 这里为什么有个负号呢 因为在我目前的定义下面 我的反射磁场是进入纸面 是指向负Y方向 所以正负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个人喜欢做的推导 不管你是T1还是TM 我们所有的反射系数跟穿透系数 都是用电场的正幅来计算 所以我把这个式子 目前是以磁场的正幅大小 改成用电场的正幅大小来表示 HI等于N1EI HR等于N1ER HT等于N2ET 所以这个式子还是在讲 切线方向的磁场是连续 但我只是把它的大小 改成以电场正幅来表示 所以这个式子我可以把ET稍微移向一下 ET穿透的正幅可以用入射正幅 还有反射正幅来表示 接下来就是我真正切线方向的电场要连续的一个式子 所以我这边就直接把 这是一个ET 这基本上是ET 切线方向的电场要连续 我们必须要回到刚刚写的一个完整的式子 切线方向是X方向 所以我在第一个戒指里是EI cosθI 这是EI cosθI 加上ER cosθR ER cosθR 但是同学已经知道 因为θI等于θR 反射定律是不会因为你的偏正态而改变的 Snell's Law 折射定律也不会因为你的偏正态而改变 所以在这边我们直接让θI等于θR 为什么这边是一个θI的原因 在第二个戒指里面 我的电场在切线方向是ET乘上cosθT 所以cosθT 然后ET的大小 我直接从我刚刚得到的一个关系式来替换 所以这样子 我目前这个数学式子只剩下EI跟ER EI是我已知 ER是我未知 所以我很快的可以得到 对于TM的入射波 斜向入射的时候 我推导出来的一个反射系数 ER除上EI 会是N1cosθT-N2cosθI 在分子然后分母的话是两者相加 所以这里面跟T1的情况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在于N1现在乘的是cosθT 是在第二个材质里面的角度 你能去cos 这跟T1不太一样 T1是我的N1乘上自己的cosθI 减掉N2乘上他自己的cosθT 所以这里面就是你的折射率跟你的角度 正好位置颠倒了 所以这位同学可以看到 你的偏证态不一样 结果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要非常非常谨慎 那接下来大家可以继续推导我的穿透系数 那这里同学可以当做自己一个练习 那当然我们的助教还是很辛苦的帮同学写出来 我很快的带过 你们一定可以推导出来的 我对你们有信心 好 所以大致上我们对于垂直入射 斜向入射 斜向入射我要再次强调 因为边界条件的原因 当我们有一个斜向入射有角度的时候 究竟是磁场垂出于板面还是电场垂出于板面 会完全影响我们推导出来的结果 从而改变我们坡在做折射跟反射的一些表现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那接下来我回到头影片 让同学看一下T1Tm波对入射角度的一些关系 然后我想要引出来只有Tm的情况 才会有一个神奇的角度 不会有任何的反射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